近日,网络上晒出了几张23岁关小童出席白玉兰奖的现场写真照片,让网友们都纷纷关注了起来。 她在当天的造型中,再一次地挑战了性感的美人造型,身穿一件酒红色的肠尾大裙,看上去十分地鲜艳。 然后搭配上了她那雪白的肤色,以及那头乌黑浓密的长纸发,让她看上去就像一个现实版的白雪公主一样。 另外,许多人也都知道的,她的身材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的绝美,一双大长腿更是十分地令人羡慕。 而她在这一次的造型当中,又再一次地选择了高开叉设计,再一次地展露出了那妩媚诱人的姿态。 她那前脱后翘的苗条身材,以及那十分撩人的事业线让人不得不感慨了。 当年的那个童心的确已经长大变成大美人了。 然后网友们在看到了这些照片之后,纷纷在评论区下面称赞了起来。 一位网友夸赞说到了,这路子真的很对,姐姐继续走下去吧。 而有的人则是评价到了,她就适合这种美艳的风格。 并且还有网友调侃到了,陆涵不会吃醋呀,她的老婆也太美了吧,等等的热议。 可见关小彤的身材跟颜值,确实在每一次的亮相都会纷纷惊验到了许多的网友们。 而且不少的网友们都知道,作为童心出身的她,在以往的时候,基本都是在走一些清新美少女的风格。 不过由于她的体型骨架高大,因此让她在多次的红毯造型上,都曾出现过翻车的现象,甚至还被一些网友,做成了搞笑的表情包来。 这让后来的她开始了拼命的减肥健身,在饮食方面上对自己十分的苛刻,从而进行了一系列的魔鬼式训练。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努力之后,她终于凭借一条红裙而开始了一名惊人,直接在娱乐圈逆袭而上,获得了许多人的关注。 而且在私下的她,也是没有放松自己的学业,在奋斗事业的同时,也在继续保持着自己的学习成绩。 就在不久前,她还被拍摄到了,先生与自己的母校拍摄毕业照。 她在当天身穿着一套学士校服,和好友们一边开心的聊着天,一点大明星的架子都没有,整个人都十分的接地气。 那么,对于这样的一位女神关小童,你能喜不喜欢她呢?